以往我拍摄的岩石视频呢都是这样的 现在啊它可以是这样的 只要一个滑轨呢就可以让岩石视频飘移起来 让原本就很有动感的画面呢变得更有空间感了 这是静止岩石啊无法去比的 还比如说经常会遇到没有云的天气 那拍出来的效果呢就会显得非常的单调 有了这个滑轨就能拍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今天要安利的这个产品啊 就是我最近正在使用的洋葱工厂热狗三代 它呢可以搭载这样一个电动的模块 就可以让岩石视频啊动起来了成为动态岩石 电动滑轨呢可以说是拍动态岩石必不可少的一件装备 我呢对它的看法呀也是又爱又恨 爱的呢是它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独特特别的吸引我 恨的呢就是这体积实在是太大了 携带起来很不方便 这个就是我找到的最好的携带它的方式 因为其实这个滑轨本身自己还有一个包 但是那个包超级的大不太适合像我这种以步行为主的 如果是有车的话放在车里边到了地儿拿出来直接去拍非常的好 但是呢像我这样下了地铁或者是公交车要走很久 才能到我品质拍的地方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能够绑在身上那就是最好的携带方式了 拿到这个滑轨的时候呢打开包装还是挺惊艳的 其实啊我之前也买过类似的产品 但是呢都没有太满意 挑选这个滑轨呢最主要就是看它的移动呢够不够顺滑 还有呢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的操控是不是很简单 我呢特别害怕那种一拿出来一大堆东西需要组装 然后还要设置半天 这个热狗3呢基本上就满足了我目前的拍摄需求 首先呢它这个轨道的材质是碳纤维的 最大化的降低了它的重量 两端呢是金属的有四个支撑腿 可以360度旋转调节角度 并且呢它可以调节长短 这在一些特殊环境拍摄的时候呢还真的是挺有用的 您看啊我这次拍摄就是在一块石头上面 刚好呢这个腿就可以支撑平稳了 调平的速度呢也比较的快 所以它整个的安装过程呢十分的简单 就单说这个华为本身的重量啊其实还是挺轻的 但是呢它重就重在这个控制模块上了 拍摄动态延时还必须要用这个电控模块来进行控制 这个模块的设计呢非常的简约 上面呢只有电源开关键 两个方向键和这么一个旋钮 特别贴心的设计啊是它可以使用USB-C的电源 或者呢是这种很通用的电池 那如果不用这个电池啊 其实就会节省不少的负重了 我呢平时用的这个移动电源它刚好有这么两个插口 所以呢可以同时给相机和这个电控模块进行充电 在使用的时候呢需要先将这样一个有齿纹的皮带套上电控模块 再用两个螺丝钉进行固定 我还必须得吐槽一下这两个螺丝钉了 这个设计呢真的不是特别的便捷 每次安装和拆卸呢都要拧半天 安装的时候啊还经常的拧不紧 要是冬天戴手套的时候呢 估计就不好拧了 特别小 所以啊希望洋葱工厂的下一代热狗寺 能够在这里边呢进行一个改进 想个办法在这儿啊能不能加个快拆的设计 那这个滑轨啊就完美了 由于这个电控模块的齿轮呢是暴露在外的 需要特别的保护 这里呢推荐一个我自己的收纳方法 为了让这个电控模块以及这两个螺丝钉不容易丢 我呢就拿之前装相机的这个小包 现在来装它们了 刚好够放下所有的东西 甚至可以容纳两块电池 我看很多人吐槽这个滑轨的底部设计 但是呢我在整个的网上都找不到一张关于底部的照片 于是啊我就拍了一些底部设计的图片呢来分享给大家 槽点呢就在于这些螺丝孔的位置 在使用三角架支撑滑轨的时候 像我现在这样 它呢只能偏离在旁边 而不是支在正中央 我呢在使用当中啊发现 其实这个问题啊真的还好 因为电控模块呢 它的重量比较重 装上之后呢 实际上整个的重心呢 是向这边偏移的 所以把三角架支在电控滑块的这一边呢 刚好可以实现这样的平衡 所以呢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我想要把三角架支撑在这两端的时候 确实呢会有一些问题 由于螺丝孔距离旁边的这个金属啊 非常的近 可用的空间呢很小 而且这两端的设计还不一样 所以呢只能装在空间比较大的这边 这在使用中呢确实会稍微的有那么点别扭 当然啊这仅仅是在使用三角架支撑的时候 才会遇到 这个电控滑轨的操作方法呀 出奇的简单 那下载好了手机APP之后呢 打开电控模块就会自动的被识别 连接的速度超快 首先呢先设置AB点的位置 也就是您希望的它滑动的范围 选择延时摄影 帧率呢是视频的帧数 合成秒数呢是希望拍摄延时的视频 最终有多长时间 那这两个参数设置的结果呀 会影响最右侧拍摄的张数 所以帧率和合成秒数设置成多少呢 其实都没事 只要最终的拍摄张数 是自己想要的范围就行了 间隔时间指的是电控模块 每一次移动之间的间隔 注意啊 它不是相机的间隔快门 停稳时间呢 是电控滑块 每一次移动后 它会停留的时间 我呢一般是一到两秒 您看它移动的时候啊 是非常平滑的 给它一到两秒的时间进行停留 这样比较稳 之后呢它就会触发相机的快门 间隔时间和停稳时间 这两个参数设置后呢 会自动的算出一个曝光时间 这个时间啊 就是相机快门 可以曝光的最长时间了 那如果超出这个时间 在相机的曝光过程中 它就会移动了 拍摄肯定就失败了 这些参数呢都设置好了之后 在屏幕上呢 就会自动算出拍摄的总时长 点击下面的按键呀 就可以开始拍摄了 我呢自己配了这么一根 2.5毫米的快门线 与我的富士XT3进行连接 这样呢电动滑块 就会根据我设置的那个间隔时间 自动的触发快门了 相当于使用了一个快门线的同样效果 在拍摄过程当中呢 关闭手机屏幕也没事 不会影响滑轨的工作 这个APP呢 它会在后台继续工作 这个滑轨呢 一共有三种不同的拍摄模式 最简单的呢 就是普通的这样横向滑动 但是如果将中间的这根横杆啊 稍微的调节一下角度 就可以实现横扫的效果 或者呢是聚焦在一个物体上 这两种不同的拍摄模式 我这个延时啊 使用的就是横扫模式进行拍摄的 除了横向的移动呢 前景的延时会出现很明显的错位移动效果 再加上这个横扫远处的建筑呢 也会有更大的动态变化 那这种效果呀 通常要搭载一个其他的设备 才可以实现 在这个滑轨上呢 利用这个横杆就可以轻松的实现了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这个功能呢 也是我非常想要的 整体来说 这个滑轨的操作呢 非常的简单 配件啊 也比较的少 组装起来呢 很快 出行携带 也不会啰嗦的带很多东西 非常适合我这种城市拍摄的环境 感谢洋葱工厂对我的支持 绕半个地球啊 寄过来一个巨大的箱子 非常的惊喜 有了这个电动滑轨之后呢 以后我的延时视频效果也会更多元化 更丰富 更多的玩法呢 等着我去慢慢的探索 回头呢 再来分享给大家 您呀就请好吧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拍延时摄影 我是任真的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每周分享一个旅行摄影相关的内容 咱们呀 一起玩摄影 分享的呢 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 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